那么为什么后来有人觉得 这千柱屋跟太平天国宝藏之间 应该有着某种神秘的关联呢 这种猜测的起因 却是因为斯家的这个姓 来源也很神秘啊 这里要补充一下背景 千柱屋所在的地方 原名叫斯宅乡 因为住在这里的人呢 90%以上都姓斯 那么这个斯姓怎么来的呢 咱们先听专家说一段三国时候的故事 没有请示就放人 不用说呀 问题相当严重啊 果然孙权很生气 立马就判了石伟的死刑 说话间就要杀头了吧 可是没想到就在此时 石伟的两个儿子却抢着说 让我去替父亲死吧 这个时候呢 孙权就说的是这样 其实是小子也 也就是说他们俩就是小子 因为感动 孙权就下令免去石伟的死刑 但是这并不是说石伟就没事了 怎么说呢 按照东吴的法令 如果你犯了死罪 却又得到了恩赐赦免 可以不杀你的话 你还必须得受罚 罚什么呢 要么充军 要么改姓 据说史家人一平啊 行那就改姓吧 皇上不是说私孝子也吗 那就用他刺的这个私作为姓吧 据说这就是当地私性的由来 但是对于这个传说 有人却说了不可惜 为什么 理由很简单 百家姓里边没有私这个姓啊 你说奇怪吧 如果私这个姓真是出自三国时期就有了的话 而且还源自于孙权的赐姓 那么宋朝修订百家姓的时候 没有理由不把这个姓编进去啊 那么私这个姓到底是怎么来的呢 有人提出了一个大胆的猜测 什么猜测 还记得之前请您记住的那个人吗 就是李秀成指派转移宝藏的亲信 他姓什么 嘿嘿 也姓史 有人怀疑啊 这个斯元儒很有可能就是这个人 为什么这么说呢 有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斯元儒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 如果他就是那位亲信的话 不用说他的钱就是太平天国的宝藏 其次他为什么要改姓呢 常看咱们节目的朋友肯定还记得 以前讲过一个福建张浦县赵家浦的故事 说赵家浦的人呢 其实大有背景 他们其实都是宋代皇室的后人 瞧见没有 他们家浦的字号写的是汴京国族啊 但是在元朝的时候 他们却不姓赵了 改姓什么 姓黄 为什么呢 因为要躲避援军的追杀 同样的道理 这姓史的亲信逃到深山之后 为了躲避清军的注意 改了姓了 还有上一段所谓孙权赤姓的故事 这就有一种现代洗顶的意思 给自己重新打造一个身份 对不对 那你不能说没有这种可能吧 那又为什么要在深山当中建造 这么一座极其讲究的巨宅呢 不排除这种可能 是李秀成让他自己安排一条退路 万一哪天行事不妙 可以隐居山林 当然李秀成怎么着也是王啊 而且中王还比较高级的王 虽然说太平天国封了很多个王啊 中王比较高级 地位尊贵 所以哪怕将来隐居深山 也得讲究 这也就是千柱屋结构层次分明 设计精美讲究的原因 当然以上种种都是假设啊 但是感觉又好像只有这样的一种假如 才能够为千柱屋的层层谜团 找到相对合理的答案 那么这种假设会是真的吗 如果是真的 宝藏又究竟藏在哪里